在中共二十大的开幕式上除习近平主席台第一排就做的没有戴口罩以外 其他所有代表都戴了口罩 为啥习近平他们的这些人可以不戴口罩 谢谢 戴不戴口罩他已经成了政治工具 就像大跃进 武汉大革命 上山下乡 你不听我的我让你上山下乡 我把你孩子都送到农村去 你再不听话我让红卫兵 整个叫什么 造反有理 平均年龄18到20岁之间的孩子们 无知的被洗脑 成了斗争工具 成了性工具 毁掉了中国一代人 在人类的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叫断代 断代呀 到今天清离格林 我让你戴口罩你就戴口罩 你敢不戴口罩 我就要白卫兵 把你老婆把你孩子送到格力营去 强奸轮奸还把你换到精神病院去 你再不听话 我让你天天试喝汤喝酸 如果一天一次不够两次 如果两次不够直接送你精神病院去 我给你吃药 直到把你吃风为止 而且在中共中央这样的所谓的 两千多个人的代表人民的大会上 伟类们 欺民贼们 还有那傀儡们 你看到就是他们都在下场 甭说你的下场了 我让你戴口罩你必须戴 你不戴 你就是反党反国家 口罩就是你我之间最大的阶级 我就可以决定让你戴什么 给畜生戴的龙头 我可以让你戴龙头 你是畜生 我是畜生的主人 你是驴 我是让你驴拉末的带上那个龙头的主人 毛泽东都没做到 习做到了 唯我独尊 告诉你 我这里没有常委 没有政治局 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 安全委员会在哪儿坐的 看到了吗 在人民大会堂第二台阶 那是记者习和工作人员习 但是在那个席上 绝大多数都是持枪和国安委的秘书主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不戴口罩 我是皇上 毒不会上我的身的 而且你们为了皇上的安全 你得戴口罩 你得戴龙头 你们这帮驴 给我好好拉末 不拉末 我就给你试喝糖喝酸 再不拉末 我就把你直接送精神病院去 就是一句话 唯我独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